人到中年 社交越少 活得越好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 一直有这样一个真理 朋友多了 路好走 慢慢地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逐渐发现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 寥寥无几 不是存在通讯录里的好友都叫朋友 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如何交到真正的朋友 如何处理你与朋友的关系 今天我们来推荐莫拉格巴雷特的《精简社交》 帮助大家运用人际关系可视化图谱 来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阅读这本书 学习用系统的思维去认识 并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难题 人际关系就是一个生态系统 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 人际关系也是如此 上一秒和你并肩作战的同事 下一秒可能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面对这种变化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 正确认识自己的人际关系 有时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 是因为无法从杂乱的环境中 整理出真正有效的人际关系 因此作者将人际关系 比作生态系统将我们周围的人 划分为四类 同盟者 支持者 竞争者 和敌对者 所谓同盟者 就是在危难时无条件捍卫你的人 而支持者 只有在他们获利的情况下 才会站在你这边 至于 竞争者 可能是背地里挖你墙角的人 敌对者 顾名思义 就是处处与你唱反调的人 为了进一步区分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 他说 当同事们在茶水间里 讨论关于你的八卦 这时 另外一位同事碰巧 听到了这个对话 假如这位同事啊 打断了这个谈话 阻止了谣言的传播 事后他还协助你采取行动 澄清事实 那么 他就是你的同盟者 假如他以一种沉默的态度 去关注事态的发展 他可能是你的支持者 如果他为这个恶意的坏话 作证 那么 他就是你的竞争者 如果他不仅火上加油 还大肆传播这个谣言 他一定是你的敌对者 每个人身边 都有这四种类型的人存在 只有处理好这四种人际关系 我们才能够改善自己 身处的职场人际环境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进行 首先要认清人际关系环境 及自我评估 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人际关系 区分同盟者 支持者 竞争者 及敌对者 才能知道 谁会帮助你 谁会阻碍你 其次 对于同盟关系 我们要保持互动 永远不要怠慢你的同盟 要做到彼此信任 加强共识 方能实现 长久的合作共赢 最后 面对敌对者 我们要保持警惕 坚持理性的沟通方式 去解化解矛盾 第二个方法 情商使你成为 当下的聪明人 如今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一个人取得成功的 决定性因素 不仅仅是智商 还有情商 情商俗称 EQ 是指人们对 情绪的控制能力 生活中 那些不会说话的人 经常得罪人的人 通常会被我们 贴上一个标签 情商低 而一个高情商的人 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不仅能够 有效地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还能够通过利用情绪 来提高工作效率 高情商的人 一般都富有同理心 他们懂得换位思考 懂得了解 别人的需求和感受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团队 符合竞争 和敌对关系的 所有特征 言而无信 背后说坏话 以及忽视邮件等等 可想而知 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工作效率 是前所未有的低 后来成员们开始 试着抛弃陈建 学着换位思考 相互体谅 仅仅用了几周的时间 这个团队 从紧张的敌对关系 转变为稳固的支持者关系 工作成果也因此 有了显著的提升 所以当你抱着同理心 去理解并回应 他人的需求和感受的时候 你将会赢得更多的信任 富有同理心 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 而学会理解对方 则是影响交流 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面对糟糕的现实 你会忍不住感叹 我就是这样 或者我边无选择 对我而言 他始终很难相处 这个时候呢 你不妨试着 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先理解对方的观点 再去描述你的观点 这样更容易让对方接受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缺乏 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是在问题发生时 没有冷静思考 忍不住直接采取行动 然后在事后 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不要做事后的诸葛亮 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用友好的方式去化解矛盾 成为当下的聪明人 此后可以改善 我们人际关系的方法是 改变从了解身边人开始 同事 家人 朋友 是我们重要的身边人 所以他们是我们 不可忽视的人际关系 处理好这些关系 是改善人际关系的 重中之重 书中描述了一名 叫做 斯蒂芬尼女高管的故事 在工作中 她的工作能力很强 遗憾的是 她很容易对同事发火 在生活中 她要总是忽视家人的感受 为了帮助她 作者安排她与这些人 进行了一次谈话 使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身边人 于是她开始反思 并调整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在工作中 重新制定工作模式 让同事有了更多表达的机会 和发展的空间 在生活中 她给予家人 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一段时间后 她的生活发生可喜的变化 与同事们的交流更加顺利 工作效率有了显著的提升 而家庭生活也愈发 温馨美满 在现代职场 工作能力固然重要 但人际关系的培养 也不能忽视 如果像斯蒂芬妮那样 只知道埋头工作 但是却忽略身边人的感受和想法 那么即使工作能力再强 工作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作者建议我们 定期要重新审视这些 重要的人际关系 然后根据先后的顺序 进行调整和改变 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做 建议设计一份有效的方案 一步一步去实现 最终目标 在过程中 我们必须充分重视 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用最少的时间 实现最高的效率 那么第四个方法 就是要意识到 最佳同盟是你自己 事实上 每个人最重要的同盟者 就是自己 如果你连自己都信不过 那么你怎么能够期待 别人会成为你的同盟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会发现 夸奖自己 变成了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在一次会议上 有一位发言人问 预会者 会画画的人请举手 结果令人意外的是 几乎无人举手 然而 当他面对一群五岁的孩子 提出相同的问题时 孩子们纷纷举起了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孩子们不会担心 自己是否画得足够好 但是成年人却会认为 自己画得不好 所以不敢举手 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要做的是 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 鼓励自己 相信自己 只有当你真正的成为 自己的同盟的时候 你会发现 自己原来可以做得很好 所有的担心 没有必要 作为自己的最佳同盟 我们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 不要尽兴 你所以为的一切 我们的大多数想法 都并非事实真相 即使它们曾经发生过 但并不意味着 将来还会发生 第二 只有改变思维方式 把我不能因为 变成我怎样才能 才能够有效地改变 你的人际关系的质量 第三 做自己的同盟者 懂得说不 做真实的自己 不要为了不辜负 别人的期望 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 和感受 美国著名的成功学大师 戴尔卡奈基说过 专业知识 在一个人的成功中的作用 只占15% 而其余的85% 取决于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一笔 无形的财富 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你会发现 原本很麻烦 很头疼的事情 将会变得再容易不过 改善人际关系 并不意味着 我们需要去取悦所有人 但是至少 我们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 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知道哪些人 是值得你去信任和依靠 哪些人是你需要 提防和对付 然后妥善处理 这些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建立 就像是一个挖井的过程 付出的是一点点汗水 得到的是 源源不断的财富 相信掌握良好的社交能力 也能帮助你 化解很多困难 让生活和工作 从此更上一层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